你今天可不可以陪我 我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 不行 你 要是害怕可以去我家住 医生 他怎么样了 休息不足 血糖低导致的昏倒 不过呢 病人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最好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这是检查单 好 谢谢医生 不客气 新娘 你吓死我了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你最近工作是不是太累了 可能就是没有休息好 医生说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你别担心 新娘 我去接个电话 我刚才的楼梯都摔下来了 你现在在哪 我在医院 我好害怕 你别害怕 我马上过来 怎么回事 我现在没事了 医生怎么说 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新娘 有个事 我得去处理一下 你去吧 新娘 我出去一下 人有三级 慢点儿 你这个伤口 给每天涂药 我带给你开点消炎药 你有药物过敏吗 他头包过敏 没想到你连这都记得 我 你能走吗 你 你看你受这么重的伤 还亲自走 这要是扯着伤口了 怎么办 别乱动 谢谢 鱼老 心意在等你 西天 我还有点事 就不能陪你回去了 可是我现在不敢回家 我怕他们又找上门来 你看 我已经把钱都给他们了 可是他们还是来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鱼乐不是警察 你要是害怕的话 我可以帮你报警 鱼乐 你不用害怕 我会帮你解决这件事 那 你今天可不可以陪我 我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 不行 他要是陪你 明天热搜紧 你 要是害怕可以去我家住 我跟你又不是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是房东 我不希望那层出现第四个人 鞠松 他一个柔柔柔的女孩 现在伤身这样无家可归 关我什么事 鞠松 你忍心看看女孩 被要诈的欺负 不是还有鱼乐吗 鱼乐不行 他得避嫌 我是单身 我也得避嫌 那你要避一辈子行 你 西天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好 我安排高明过来接你 送你去我另外的房子 小区安保很好 你也可以安心住下 那这 那挺好啊 你真的不能陪我吗 西尼还在医院 我不放心的 高明 把人送到家后给我发信息 好的 鱼乐 我一个人会害怕 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西天姐 我练过跆拳道 有我在 你放心 不是 走 鱼乐 高明啊高明 就因为你他才不甘心的 干得漂亮 小七 季总 我去照顾西宁 就先走了 去吧 季总 我们走吧 不对 宋元奇全程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她并没有做任何改变娱乐的举动 那这一次的剧情变动 是为什么 季总 你怎么了 难道是没有成功拆掉我cp 所以不高兴了 是因为你不是盈又来的 你不是盈吗 我这样子有着用的 你不是盈 但我没剥 所以能给我 就像一个一样的